上课的内容 现在已经第13次 如果今天还上完课 我会把它贴上 那就第13次 那每一次上课的影片 其实结构都一样 反正就是哪一次上课 那上课的内容 大概有哪一些 影片连结在下方 所以你回去的话 你就可以点选这个连结 你就可以把影片 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把它重新复习看一下 当然一样 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每个都看过 可是就是你要把你 真的不熟的部分 一定要花个时间在看过 那另外的话 除了看之外 我就建议一定要实做 因为真的 你看一百遍不如做一遍 真的 因为你看再多遍 你没有实做 其实我是觉得 可能还是真的不见得做得出来 真的做得出来 就是你做了 你其实就记得 尽量有些东西用理解的 不要死背 因为你死背的话 也会忘记 但是如果你用理解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很直接的 感觉好像顺着那个感觉 自然就可以把那个公式 或者BBA把它写出来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我是觉得你们要学的是 学这种 把这种 那种感觉建立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解决问题又越来越简单了 OK 所以这样怎么做得到 我想还是尽可能的 每个地方都是去找到它的使用规则 像那个函数的使用 它其实都有固定规则 那哪怕我那个函数 虽然很多函数 不可能每天常常用 那不过没关系 你没用过 你看那个上面都会有提示 然后你那个提示大概知道之后 你就给它应该的一个资料 它就会给你你要的结果了 所以有的时候逻辑通了 再难的东西你也可以做得出来 OK 那BBA也是一样 BBA当然更难 那不过基本步骤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就把那些步骤 逐一把它做出来 那这影片OK 好 回去自己再看 我发现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但是可能就是还请大家回去 一定要复习的 因为如果你假正没复习 就是很多东西应该都会 就是学了 可能不见得真的学会了 如果你没有把它真的学会 你当然工作上要用 恐怕还是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上面可以从一些 观看次数上面可以看出 大概大家的那个 这个 算认真程度吧 有没有回去复习 因为上面 每个影片上面都有一个点击的次数 所以你们回去有没有练习 有没有复习 其实从那个上面应该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线索 OK 不过 也许大家其实下了班之后 也其他事要忙 我这个影片还是放在这里 但是跟各位讲 这个影片 不保证永远或存在 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我会给各位一个缓冲时间 还可以看 但是过了那个时间之后 那个影片有可能就会有异动 OK 因为之前常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个影片会放多久 你会不会一直永远放在那里 跟各位讲 我不敢保证永远都会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敢保证就是说 你课程结束之后 三个月内应该是不会移动 至少给各位三个月的时间 去把这个课程复习一下 因为如果假设老师没有一个实现 那你们就会觉得 反正随时想看就看 但如果你将来想要把它备份 还有其他的方法 只是说如果你假设 你要希望能够这个影片的连结 能够还可以看到 至少三个月之内 应该都还是会可以看到 这个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以上个礼拜 上的内容来看 上个礼拜的内容基本上大概就三个范例吧 第一个是那个所属单位的正规化 这个我一直强调 因为其实我遇到很多的状况 就是很多人要查资料的时候没办法查 那没办法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那个资料基本上就没有正规化 除了没有正规化 就是你长得就不是他应该要的那个样子 那什么样子啊 最简单来说就是栏位名称一定要在上面 资料放下面 有没有 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 因为你随便放 我发现很多人放的很随性 如果你假设资料放很随性 你之后就是灾难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要查 第一个你绝对不可能用微楼还数查 第二个你绝对也没办法用筛选 第三个如果你要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去统计的话也不行 所以其实枢纽分析表 我们前面讲过 其实非常好用 但是很多人 你说老师为什么我的资料 没办法用数的分析表分析 问题很简单 因为你的资料根本是正规化 那所谓的正规化就是长那个样子 就是一个资料表 有没有一个表格 你千万记得 那个表格该有的栏位名称一定要有 你不要说有些栏位名称没有 反正栏位名称上面 第一栏通常也许是编号 第二栏可能是什么姓名 第三栏可能是什么 他的等等的其他资料 OK有类似的 尽量就是按照那个正规化的方式去排列那个资料 那之后你要查资料就简单很多了 举凡说你要用VR入场 基本上OK 第二个你要筛选 用数的分析表 其他就没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同学问我问题里面 很多一看就知道他资料就没正规化 那所以呢可能第一步 你也许你就要先把资料先正规化 这个我想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就是 这要正规化 这个所属单位啊 那就是这样啊 有没有他他原来的资料 他就很随性的放 ABCDG 然后底下就是他的各单位 虽然说这样的方式也没错啦 可是说真的这样他查询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其实前面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转成这个旁边这边 有没有 就是这个是人员跟单位 有没有把这个 他本来是 其实他就两个东西啊 一个就是哪个单位 那一个就是哪个人嘛 那当然啦 其实如果比较精确一点的话 比较更正规化应该是要有什么员工编号之类的 因为 这边有可能有一个问题的人员的部分 有可能他的名字会同样的名字出现 因为如果同名的话 有没有同名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同名如果你拿来查 那就会查出错误的资料 所以如果比较精确的应该是说 他里面可能会有没有一个栏位 是不会重复的 比如说员工的编号 编号绝对不会跟别人一样嘛 这个时候当然如果有编号来查 所以是更精确的 可是如果你假设啦 因为你这边看起来只有两栏 你也不可能变出第三栏 所以我们就先这样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问题 你可能要先检查一下 人员里面有没有重复的 如果有重复 你可能要把它抓出来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人事分栏部分 有没有 人事分栏这上次讲的这个范例 我们本来是用index函数 因为index函数是这个 用index函数呢 去抓出那个 重向栏 把它变成1234 1234 就是 其实也是一个资料正规化的一个流程 有没有 它本来资料 是重向排列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重向排列的资料 变成什么 应该有的1234 其实为什么 因为刚好就四个栏位 所以我要把它是随便乱放 因为很多人也是一样 输入资料之后 就把它输入到同域栏里面 那当然一定错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怎么办 那当然 我们前两个礼拜就是讲了 第一个用index 那这个index 为什么要先讲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函数是最重要的 因为工作上如果假设 其实你会 分析数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会index 我想应该也有必要 因为很多工作上 不能够只能靠一招 你只有一招 以后很多事没办法解决 不然的话你就要土法练钢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要怎么样透过这个资料把它变成正规化 1234 那我们有用了三个函数 第一个用index 有没有 然后呢 当然index里面就是哪一页的哪一栏 所以哪一页哪一栏 我们用那个哪一页部分 我用column跟law把它先产生一个数字表格 然后再取出我们要的那个资料 并且用index去切割这个资料 有没有 就是入职时间冒号这个不需要 因为这个都上面已经有两位名称了嘛 那你再加等于多余 所以我们又利用index加上learn有没有 把我需要的资料取出来 有没有 取出来之后就丢到这边来 OK 所以结果的话呢 那当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就会是有没有 这个后面这一段放这里 刘洋河这个放这里 功耗放这边 有没有 它本来是没有按照正规化的步骤 把资料放过来 那我们把它正规化 那如果将来你要查资料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了 那另外除了用index之外 我们又教用index 这个index为什么有特别讲 因为很重要 如果你不会 工作上很多问题 也会有 也可能会没办法完成 那这个index其实它的使用方法 我前面讲过 index 这边好像前面这里有 OK 那实际上它里面就是跟你讲说 你要把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放过来 比如说我要把b2的资料放过来的话 那你必须给它一个test 文字嘛 所以记得你这个test 记得 如果你假设看到它需要test 它前后应该都会有双 那哪一个储存格呢 那就b2 所以你这样的话 它就帮你把b2储存格 带到这里 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就帮你把这个储存格的资料放到这里 OK 那当然index其实它除了可以带一个储存格之外 它还可以带一个范围 那就是阵列 不过这个可能就更复杂 那我们实际上第二个函数就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如何把index改成什么呢 改成用index 其实你会发现蛮多地方是一样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取的是b2 可是前面一样是b b缆 后面的话就是 第几列的意思 所以第几列的话 那我们也是让colin跟row 把它产生一个数字 那它的顺序一定是b2 b3 b4 b5 b6 所以我们是23456789 所以用colin先产生蓝的位置 然后再用row产生这个列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就产生2 应该到33 然后并且结合index 就可以帮我把我要的资料把它取过来的 OK 这个也蛮重要的 所以回去的话可能自己要把这道题 最好是可以看完影片之后 自己再试着做做看 如果你可以做得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OK的 如果做不出来 那表示应该是 是这个需要再多认识 所以基本上步骤大概就是 第一步先产生数字表格 那数字表格的话呢 因为它是什么b2 b3 b4 b5 所以假设我们这个框框里面 只要先取得那个2到33的数字的话 那理论上呢 我再把这个公式放到index 其实就OK了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2到33把它带过来 然后第一个你可以用column 这好像前面讲简式与参照 这个column函数 那column函数呢 主要是抓什么 抓你现在在哪一栏 所以你向右拉呢 它会出现四五六七 为什么呢 因为呢你现在在地几栏 当你向右拉 你会把你这边用的巴栏吗 这边在向右拉 地球 也就是说呢 它会帮你产生的是什么 产生的是你现在的储存格 在目前的地几栏的意思 你说老师那我向下拉的话 会不会自动会变成四五六七 然后变八九十十一十二呢 不会耶 它变成四五六七嘛 应该下一个八九十十一嘛 可是为什么它没有跳呢 因为呢 这个column函数呢 它只会管你的揽 不会管你的列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 让它下一列的时候加四嘛 有没有 这个四五六七的话 其实就是加四的话 变九四五六七 加四就八九十十一嘛 这个再加四的话呢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嘛 那我要怎么样控制说 它能够每下一列 就帮我加四的一倍 再下一列的话 就四的两倍 四的三倍 有没有 就刚好四的倍数嘛 那我的方法是这样 后面是加上什么 加那个row row的话呢 小过 row的话呢 就是列的意思吧 列目前在哪一列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在第二列吧 所以这个row应该会得到是2 那我把2先减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目前所在的这一列 并不要加上四的倍数 下一列才要 所以我怎么样 把它先刮扶起来 row 小刮 5 然后呢 减2 然后再加上乘上4 乘上4的话 就是4的几倍 那也就是目前这个储存格 我不要加上任何4的倍数 但是我下一列啊 因为row如果向下拉 它就变第三嘛 3-2 3-2 3-2的话呢 它就1 1乘上4 那不然4的一倍 4的两倍 4三 刚好满足我要的这个条件 有没有 所以打勾之后呢 你会发现向右啊 向下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得到4 应该理论 不对 应该不是4耶 应该要从2开始 有没有 所以这边4到 30 应该到35对 可是不对啊 我应该是第2嘛 2到33 所以呢我只要怎么样呢 再把column的地方 再把它减2 减掉两个 减2就可以了 减2的话呢 那每一个 反正就是 再往前推两个数字 但应该就会符合我要的 所以打勾之后 本来向右 再向下 OK 2到33 那有这个资料之后的话 第一个step就完成了 第二个step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公式解下 做什么呢 因为我要用internet 所以我再插入在internet internet是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i开头的啦 所以你就往下找 internet 然后呢 再把刚刚的公式贴 不过先不要贴 因为我要b2嘛 给b的话先加一个 因为文字嘛 b b欄 后面记得再and一下 串切 串什么呢 串那个刚刚那一串公式 把它贴上 记得你复制的时候 不要复制到等号 就把这个公式贴啦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 加一个b在前面的意思啦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b2b3b4b5 b跳过来b6 2345 对6789 有没有它就刚刚好 按照我们刚刚这个表格 有没有 再去抓对应的资料了 OK按确定 有没有 再把它向右 再向下 那应该就全部抓过来了 那只是说你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问题是 也是跟刚之前一样嘛 就是因为这个 栏位名称 前面的这些资料不要 那不要的方法啦 我也是一样 跟internet一模一样 就是在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剪下来 然后插入一个need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用 简式预参照 而是用文字 或者你最近使用过也有了 最近应该有用到need OK 然后把刚刚的文字 就是这一串 刚刚的公式贴上 记得哦 也是一样不要等 那哪一个字开始呢 这个入职时间 四个字加两个字 OK 所以len算一下 瓜糊 然后d1这个储存格 记得要加2哦 因为为什么要加2啦 冒后一个嘛 再下一个嘛 所以四 五 六 第六个字开始 然后帮我全取 全取的话就99 OK 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把那个1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如果没有把1 加个前的符号 把它向下填满 它就会自动跳到下一列 那就不对了 因为栏位名称一定在第一列 OK 那这样就我们要结果了 把它按确定 然后再向右 有没有 然后再向下 有没有 它就刚好正规化了 最后一样 把这四个栏位选起来 快点其中一个栏位点两下 它就自动栏宽 调整好了 好了 这个好像上个礼拜 也讲过一样的东西 只是我把它复习一下 上礼拜 还有复习 offset offset offset的话就是偏移 它其实原理原则 跟刚刚的蛮像的 只是说 它是哪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假设 我之前是这样 就是用offset的话 那我这边一样用那个什么 简式与参照里面 可以找到有一个叫offset 欧开头的 这边offset 它其实 会有一些提示的 不过它提示里面 理论上这个高跟宽很少用到 几乎都没用到 所以其实只要给它三个参数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抓什么资料呢 我要抓入职时间好了 那我以哪个当成基准 我以B1当基准好了 OK 如果我以B1当基准的话 那请问一下 你要抓的资料是相差几列几蓝 那理论上呢 目前是同一蓝 所以蓝的话就是COL COL是蓝 同一蓝的时候 你就输入0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向下几列的话呢 比如说我B1 我要抓是B2 所以你跟它讲说 我要相差一列的意思 那它就知道说 从B1帮我向下抓一列 下一列的资料 帮我带过来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呢 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 它就得到这个了 那如果你还要再抓下一个的话呢 那当然呢 你就是直接的 就是把 刚刚的那个 比如说你要抓下两个的话 那你一样嘛 最近使用过的Offset 一样以B1当基准 那一样嘛 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呢 B1跟0 这个COL固定 不同的地方就列 下一个的话就是相差 有没有 从这边 这边开始嘛 这边是差一列嘛 这边差两列 这边差三列 所以呢 其实只有改哪个数字呢 改这个数字啦 其他都一样 所以呢 当然 如果你假设你要拿 Obset 来做的话 那一样先踩那个表格 也是1到32 然后呢 再把 那个公式呢 放到这个Rose里面 也其实OK啦 所以你看按确定啦 原来刘洋会也出来了 OK 大概是这样 那上个礼拜还有用到VBA 所以VBA最后我们是 先以这样数字嘛 然后再把资料带过来 然后再把资料删掉 然后再把资料清掉 大概就是这几个步骤 所以这个是上一次的一些相关重点 不过啦 其实这一集啊 还有一个地方 有没有讲到的 哪个地方 不过难度会更高 如果你 你刚好你工作会遇到的话 那你做得出来 应该你就简单了 可是做不出来 我就蛮麻烦的 比如说呢 可是我发现啊 这边有一个叫做部门的栏位 哎 部门栏位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部门的 它的位置 刚好是在什么 这个资料的 刚好是隔壁栏的最开头 那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目前是 入职时间 姓名公号 这个内部电话 那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是希望怎么样 可以在这个前面 再帮我插入一栏 有没有 然后呢 前面这一栏要做什么 请你把它的部门 有没有 把它拿过来的话 然后呢 你也可以把部门全部都 有没有 你其实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它这个 比如说这个四个资料 应该它的部门就这个了 那这个四个资料 它的部门就这个了 有没有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部门把它带过来 这个部门把它带过来 有没有 那其实啊 跟各位讲 以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难度蛮高的 那你说前面三个函数 能不能办到 其实基本上 恐怕没办法 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假设你要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你可能是要部门哦 那你可能就还要把VBA学好了 否则的话 你也有只能涂法链钢的 OK 比如说这边 offset好了 假设你今天一样嘛 这边插入一栏 然后这边这一栏的话 也不对 这个位置也跑掉了 所以 就是 假设 这个前面要插入一个部门的话 可能公司要重写 另外一个话呢 就是怎么做 也许你们想想看吧 那目前看起来 这个地方应该只能用什么 用那个VBA来完成的 如果 不用VBA 应该是没办法 再剩下可能用土法链钢的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325这一题 做个复习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